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边中文的那个环节 然后我的名字是Marie 今天很荣幸能由我来给大家带来这个讲义 然后我已经把那个笔记给发给在座的大部分人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可以问一下旁边的人 给你发到你的话给你可以看着这个讲义起来 OK 那么首先呢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 敬拜的一个仪式 我相信在座各位来到这个地方都是想要去寻找神 都是想要去和神建立关系的 那么昨天晚上呢 我有幸去参加了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叫Emma 她的那个生日派对 虽然她生日是明天啊 但是我们昨天就给她庆祝那个派对 然后在那个派对上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姐妹啊 很多很多的兄弟啊 就给我们那个姐妹Emma去分享 给她做一个分享啊 去跟她讲 比如说她有多么多么的优秀啊 她有多么的爱她啊这些东西 然后就真的特别的打动人心 我在那地方听的时候 看的时候就很多姐妹都有眼泪啊 有些姐妹有一些特别的表演啊 比如说Nancy Aria 她们都有特殊的表演 就 特殊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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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也给我们分享说特别感谢 在神的国里面呢 有大家的陪伴 同时她也表明哦 她是因为神 她想为神去做贡献 也是神给予她所有她生命中 所有的一切东西 那么这就让人想到 Emma 作为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姐妹 她现在还是20岁 明年才21岁 特别年轻 她已经有那个心去为神的国去做 去奉献她的一生 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 同时会觉得她特别特别的 特别的一个姐妹 同时她就是 就像是被神所拣选去 去 去 去发扬她的国的那么一个 一个人 那么 我相信在这的各位 都想要被神去 所 去用 去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一片 影响 去 帮助别的人 在他们生物中 帮助别人 但是 或许有在好奇 就说 那个弟兄 他天天有那个机会去布道 那个姐妹 他有机会在台上去唱歌 那个姐妹 为什么她 能有这么多的爱 别人都这么的 给她很多很多的夸奖 这个弟兄好像有很多机会 去表现自己 为什么神不用我呢 那我怎么才能被神去 所运用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去看 神拣选了她的一对仆人 是谁 耶稣的父母 想象一下 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 神选择了 约瑟和玛利 作为她的父母 去将她 抚养长大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 沉重的一个任务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那么为什么神能够那么的相信 约瑟和玛利呢 让他们去党耶稣 我们救世主的父母呢 今天我们去看 首先想象一下 假如你要成为救世主的父母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不会觉得 哇 好难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知道 未来你的孩子 要是一个要当总统的 假如说你已经预知了 比如说要当这个政治运感 或谈了 比如说要当一个特别重要的领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或者是一个明星 假如说你有这个预言 已经看到了未来 那么你会如何改变你 为了他扶养找到那个形式呢 你会如何看待他呢 你会被小心地拿 小心地放 哎呦 这未来的宝啊 不能摔了呀 但是 神选定了约瑟和玛利 因为为什么 神知道他们有那个努力 所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约瑟和玛利是如何回应 是如何准备耶稣的到来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这些都是耶稣来之前发生的故事 是耶稣刚刚进入到玛利的怀里 那个母胎里面 准备要出世 那么第一点 我们去看约瑟的政治和服从 那么约瑟是一个特别政治的人 如何看出来呢 我们去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十八到十一九节 这个地方讲 是如何耶稣去来到这个世上 他说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的 耶稣的母亲玛利 已经许配给约瑟 在他们成婚之前 玛利亚就由圣灵怀了孕 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公开羞辱她 想要暗中把她修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在当时那个时候 就是当你们当一对 一个俊男俊女他们订婚的时候 他们要再等一年的时间 才去真正的去结婚 才去行房事 为什么 为了就是给他们一年的时间 去彼此去了解对方 就是跟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古时候的订婚 有点像我们现在谈恋爱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 已经确定了我们以后会结婚了 但是会给这么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去彼此了解 那这是一种特别纯净的方式 不是说会去上床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去看到 玛利亚既然没有跟约瑟发生亲密的事情 但是她怀孕了 想像一下 有点有点很有意思 那么作为约瑟 她会怎么想 她说玛利 怎么回事 我碰都没碰你 你怎么就怀孕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的人 她或许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很难去不去想像 这种事情的发生 是我们都信神 相信有神迹 相信会有奇迹 但是这种事情真正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那一瞬间会特别的很突然 但是约瑟他没有舍弃他的意 尽管因此他会受责募 通过另外三本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当约瑟得知玛利有生命的时候 他极有可能还并不知道神给他的计划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后来他想要私下请走玛利 暗中把他修的时候 天使才告诉他的详情 根据约瑟的义人品质 以及玛利的灵格 约瑟或许并不会认为自己的妻子犯了错 但是自己不是父孩子 亲生父亲这个事实 还是很难去接受的 但是约瑟这个地方没有时空暴露 他也没有挖苦或者责怪能力 说你怎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那我怎么办 那么当有问题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时候 你会选择去做去坚持去做义事 还是想麻烦回去到别人身上来 那么约瑟不仅仅尝试去做正确的事情 他也想着用正确的方式去做 他并不想供他去修罗玛利 即使他有可能有那个权利去这么做 但是他会选择以一种保护他的方式 不要让外人知道 这种痛苦当我自己来承担 他想用爱的方式去实行正义 很容易看出来他并不想伤害玛利 即使他已经非常受伤了 这样我就想到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他们说我们却要在爱中说真话 在一切事上向着他长进 他就是头是基督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当我们去指出他人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种爱的方式 比如说可能某个弟兄你给他一个事情去做他 没有做好 你不是说我过去一定说你为什么没做好 我给你这么简单的事情 已经搞砸了 而是去关心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出了些什么问题 这个就 正我想到之前 我叫一个弟兄帮我去打印那个鸽蛋 结果拿出来一看那个鸽蛋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左边一片乱马 右边都是正常的 我说怎么回事 但是 我 没有真的直接去说 哎 我叫你给你这么简单的事情 给你做 你应该就给我拿回 最正确的 鸽蛋 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 但是 我去 慢慢听他讲 哦 说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跟我解释 哦 是因为那个打印公司的那个地方 什么机器出了问题 或者什么格式这些问题 所以没办法打印出来 但是 我还是鼓励他 我还是感谢他 我还是给了他那份钱 就是打印那个 鸽蛋的钱 他就会觉得 哦 是 尽管我做了错事 但是 Mari他没有责怪我 他没有 去 让我觉得 哦 我还没有用之类的东西 而是鼓励我 而是感谢我 这种情况 下次你会让他再去 帮你做事的时候 他会更有了什么 更有那个积极性 他会更想去帮助你 但是假如说 我真的是 给他一个 一顿乱骂 他下次还会帮助我吗 不会 谁会选择帮助我 什么事 那么 如果你不是一个正直的人 能够接受神的 义的人 神 又怎么会去选择 用你去帮助他人 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说 我想 我想结果 我想帮助另外一个人成为门徒 我想帮助别人去了解更多的神 但是假如你自己都没有正直 神又怎么会把另外一个人的救赎 托付在你的手上 其次 我们去看约瑟 他是一个服从神的人 马太福音第一章片二十到二十五节 约瑟思考这些事以后 这个就是约瑟去想着 我要把玛丽给暗中秀掉 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在 约瑟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后裔约瑟 不要怕允许玛丽亚做你的妻子 因为他里面所怀的 是由圣灵而来的 玛丽亚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子民 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 不过 这整个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看啊 那童真女要怀孕 她要生一个儿子 人们将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律 以马内律翻译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从梦中行过来 就依照主的天使 所吩咐他的去做 去把他的妻子 迎娶过来 只是在他生儿子以前 一直没有与他同房 约瑟给孩子起名叫 耶稣 那么正当约瑟想着 要需要了马力的时候 天使在他的梦中 寄与他的方向 就不知道这种事情 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就是 当你准备要做决定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神就呼唤着你去做 完全另外一个事情 就很有意思 我就想到我们 我们在教会的一个 弟兄的名字叫 Ash 他就是特别特别有天赋的一个人 他特别有能力 但是他来到这一段的时候 哎呀我太累了 我在英语的时候太累了 我不想做任何事情 在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就 大家知道 两周前 在我们教会 我们那个叫什么 那个网络团队 像师傅 我们姐妹师傅 主持的网络团队 我要招人了 来帮忙 要招人了 撞到我的网络团队 然后就很有意思 那是周三的时候 然后 那个时候呢 师傅他们呢 好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就是在那个教会的旁边的小房间里面去开会 然后 在开会之前 阿雪 阿雪呢 他是在那个地方设置那个电视 他说 哎 我没有回应那个 我没有回应那边的邮件 所以我就不用去啦 我在这里 把我的电视就行 帮忙设置 然后呢 听说 整个网络团队 就到了那个房间里面去开会 然后他就 莫名其妙的就 虽然不在会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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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说 你既然在这里了 就加入团队吧 阿雪就呃 阿雪就呃 他跟我抱怨了一晚上 但是 但是这点时候 一看到 就是 有些时候 可能阿雪他 他不是很想去 真的 可能 不是想 放松一下 不是很想去做有些事情 不想为 呃 做更多的贡献 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 他想 就是放个假 但是神说 哎 你有能力 你来做 他会用别的方式去 让你去 到那个里面去 那么 那么 当神的计划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去选择去服从他的计划呢 还是去忽略呢 就我相信在座 可能有的人现在正在来学习圣经 那么 在你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们 第一篇经文讲的是什么 哦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去寻找神 然后神说 当你先求我的国语义 接下来一切东西都会给你 那么 这就是他给你的计划 他是想让你去寻找他 然后 他会照顾你的一生 那么你会觉得 相信这个去 这么生活呢 还要说不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我去呢 那么 约瑟没有犹豫 服从神的计划 尽管这个计划听起来很疯狂 这什么呀 叫我去娶一个 已经怀孕的人 我跟他没有疯狂 这听起来就很疯狂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 一定很难去接受 那么 你会接受神给你安排的疯狂的计划吗 然后我就想到 然后我就想到 在去年的时候 在我们 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地方有一对 有一对 有一对夫妻 叫 他们跟着他们的小孩 叫 尼拜 那个尼拜 特别特别的可爱 我很想念他 特别可爱 现在好像长得比较俊俏 比较特别特别 像个小男孩一样 但是 当时你想想 他们刚有那个小孩 他们从新西兰那边回来 回到新年这个地方 为什么 就是为了去放松啊 就是为了去保养啊 因为刚刚有个小孩 但是 通过神的召唤 他说 我们要 你们要去少女家 那边去帮助教会 去帮助那边的教会 他们就 OK 神叫我去 那我们去吧 尽管我有个小孩子 那我们去吧 去那边的地方 然后我又想到 我们在 我们在国内 教会的那个 弟兄姐妹 Aaron 还有他的妻子 方亲 他们有两个小孩子 但是他们仍然 因为上帝说 我需要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需要你们 他们就义无反过地 去到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已经大概一年多了 然后他们现在 在那边 也有刚受洗的弟兄 就觉得特别的 特别无人心 嗯 那么 这些神的计划 有些时候之所以疯狂 是因为我们 看不见神所能看到 神看到的结果 看到的未来 祂看到了你这么做之后 你会得到了一切一切 所美好的东西 但是可能我们 目光短简 只看到什么 眼前的口血 只看到眼前的困难 那么神的安排 永远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要 满心自问一下 我们是否有 那个信仰和服装的心 去追随神给我们的计划呢 因为这没有任何的抱怨 埋怨 他没有在想 你在开玩笑啊神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没有这么想 你为什么要这么整让我的生活呢 我原本可以跟这个 可能特别特别美丽的 玛丽一起去结婚 然后我们做一个模范夫妻 可是现在为什么 突然在结婚之前 又有个小孩呢 为什么是我啊神 为什么你要选择我 这些不是约瑟的内心写照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 大部分我们大部分人的内心写照 当生命中有困难的时候 当生命中有挫折的时候 当生命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会这么想 为什么总是我 约瑟有的仅仅是一颗 纯净的 服从神的 尊随神的心 因为他坚信神的计划 像耶利米书29 第十一节 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 是要赐福给你们 而非降祸给你们 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坚信这个经文是给所有的人说的 不管我们生活是好还是不好 不管我们生活是一帆丰盛 还是充满波折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承诺 约瑟他爱神 像约翰福音14章21节 那领受我命令并遵守的人 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会蒙我父所爱 我也会爱他 并且会向他显明我自己 这个地方有些人可能想 哦 为什么神不爱我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我被神爱 但实际上神的爱是给所有人的 只是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爱 当你去问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神的爱的时候 或许你应该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有没有问神 我有没有去做神想让我做的事情 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马可跟我是个好兄弟 我叫马可帮我做一个事情 如果马可不去那么做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不是 为什么我不是好朋友 是因为我叫马可帮我做事情 他会帮我做 是马可有忙忙想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会去帮忙 这也是在教会里的人说人论是这样 因为我们彼此就互相帮助 不求让我们回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彼此能感觉到爱 当你没有去帮别 你没有去为别人做事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会感觉到 哦 我跟他的关系好 当你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哇 我在为他做一个贡献 我在为这个弟兄 我在为他的朋友 做一点我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心里会感觉到特别开心 那么服从神的安排 服从神对你的计划 他才能在你的生命中 通过你实现美好的事情 他才会去运用你 才会去用你 把你作为他的一个棋子 武器去帮助这个世界 那我们看完约瑟 看到他是如何一个 特别特别正直 很服从的人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妻子 玛丽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他的未婚妻 玛丽 玛丽的信仰 她对神的爱 就是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的历史学家 相信 玛丽那个时候 可能才14岁到16岁的期间 因为在古时候 16岁结婚就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你想想 一年之前给他们 一年的时间去准备 大概就14、15岁的年子 她比我们各位 所有的人都年轻最少五岁 那我们来看看 这如此一个年轻的一位 女性身上 我们如何学习她的信仰 那么 路加福音第一章 26节 在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利 从神那里奉差派 去加利利一个叫 拿撒勒的城 到一个童贞女而已 这童贞女名叫玛利亚 已经许配给大卫家族 一个名叫约瑟的人 天使来到她面前说 蒙大恩的女子 愿你欢喜 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因这话 就惊慌不安 思索这问候 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 看啊 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将要为大 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先祖大卫的王位赐给她 她要做王同管雅各家 直到永远 她的国度没有崇敬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既然没有出价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天使回答她 说圣灵将要降到 你至高者的大能要硬毙你 因此那要诞生的圣子 将被称为神的儿子 你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虽然年老 也怀了男才 那被称为不能生育的 现在已经有六个月的生育了 因为在神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玛利亚说 看啊我是主的婢女 愿这事照着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于是天使离开了她 那么当玛利被告知 作为一个真结之女 她会怀一个孩子的时候 她的回应不是 这不可能 不是我不相信 这不会发生 而是这会以一种 怎样的方式 怎样的形式发生呢 玛利亚进神的计划 但却是有一点点难以想象 如何去发修 有的时候可能 我也觉得 想到之前 我们一个弟兄 对了她一个例子 一个故事 她说 她说 哎呀完了 我考试要挂科了 考完这些 这一模 说 哎呀完了完了 考试要挂科了 为什么 因为我算分了 我写的都没有 我就是写的全对我的答备 都分 她说哎呀完了 妈妈爸爸我 要挂科了怎么办 然后好像爱了被骂些人 但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教会的领袖就会说 这么没信仰的人 多祷告祷告 然后 几周两周后 两三周后 哎呀我没有挂科 怎么回事 没有挂科 然后 然后 然后就笑她说 那你傻了吗 白阿拉拉 怎么办 但是有的时候 是 就是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就是 无法想象的 我们无法想象 怎么会 会有种 什么样的形式去发生 但是 你相信神 会用他的力量 去把它发生吗 然后 虽然 马力 她不清楚 她 不知道 她不能理解 为什么 她作为一个 真结症女 会怀孕 但是她有去选择 选择去找到 理解的方法 这个和她 亲戚 伊丽莎白 就是文中提到的 伊丽莎白的丈夫 撒加利亚的回应 是解言不妥的 撒加利亚是怎样的呢 她就是 我之前说的 我不信 像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十八节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 能知道这事呢 我是个老人 我妻子也上了年纪 她就说 我老了 我妻子也老了 这不可能发生了 你开玩笑吧 撒加利亚 她就没有相信神的话 但是 马力相信 神能做一切 对于人来说 不可能的事情 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六节 耶稣注视着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 凡事 都可能 那么我们需要 对神的安排 有信心 因为 他看到了未来 发生了所有事情 而且 如果没有信心 我们是无法 去 取悦神的 像西伯来书 第十一章 第六节 他说 没有信 就不可能蒙 神喜悦 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相信神存在 并且相信他 报偿那些 寻求他的人 就像我想到 有些人说 哦 那我 我为了报偿去寻求神 难道不是 虽然 对 不要这么做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那个误解说 哦 我去寻求神 我就有报偿 那这不是有点像我利用神这些东西吗 但是 我想说 你错了 为什么 神就是会 神就是这么一个会报偿 他寻求他的人 的一个神 他给我们的承诺就是 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 在生活中需要的所有 他都会 给予给我 他就是这么一个 慷慨 无私的神 不要以我们作为人的狭隘的心 拒绝的 哦 这么做好像有点功利 私利的感觉 但是 确实我们要 以全心 全意 去寻求他的国 和他的意 那么 玛丽愿意为神做任何事 这位年轻的女性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如果你对神来安排 没有信心 你就会在生命中措施 非常非常多的 神给你安排的美好的事情 那么 玛丽为什么 拥有如此坚定的 对神的信念呢 在同样的章节后面 我们了解到 她是一个深爱着神的女人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 玛丽亚说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荣 因为她看顾 她被你的卑微 看啊 从今以后 世世代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为那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 她的名是神圣的 她的怜悯 世世代代 临到敬畏她的人 她用臂膀 施展大脉 驱赞那些心思意面 骄傲的人 她把全能者从高位上 拉下 又把卑微的人高举 她用美物满足饥饿的人 使富有的人空手而去 她辅助她的仆人以色列 不忘怜悯 正如她对我们的祖先 对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所说的 直到永远 玛丽在进行一个深刻的 亲密的 痛测心非的 对神的祷告 她甚至写了这首赞美神的歌 向神祈祷 她感谢神 她赞美神 她将荣誉给予神 她的祷告 充满了神 那么 你的祷告有怎么样 你的祷告是否能打动神的心呢 你的祷告是 二十分钟都充满了神啊 我生命中好痛苦啊 好多好多的折磨啊 我要找工作啊 我要考试啊 我要学习啊 我要有一些东西 好多繁琐的事情啊 是这样的吗 还是说 神 我知道你 给了我承诺 我知道你会照顾好我 我知道你创造了全世界 我知道 你一切的荣耀 都归于你 你是去充满了对神的 赞美 感恩 还是完完全全的 就 就讲你自己 讲你自己的麻烦 你觉得神不知道你的麻烦吗 祂比任何人都轻松 祂真的知道你还没有意识到他的麻烦 但是 神 祂想听 祂想听你去跟祂 像你朋友一样说话 去建立关系 而不是抱怨你自己的生活 因为 祂能够帮助你 去解决你 所有的麻烦 通过玛丽的祷告 我们可以见识到 祂对神 祂对神 神切的爱 祂的心 尊主为大 在祂心中神是第一位 那么在你心中神是第一位 祂的灵以神为荣 你又以神为荣 还是说你在 平常在路上的时候 别人说你是基督徒吗 噢噢噢 我对对对对 我是 有点胆怯的 最像我觉得 特别特别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 新南国亚士大学的校园里面 当我去传教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人 当真的七十的人 当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在他们的眼中 看不到他们变热情 我在他们的眼中 看不到他们变骄傲 他们不会觉得 噢我相信神 我是个基督徒 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 为什么 这有可能是世界上 给人的打压 这有可能是自己 没有对神的一种理解 但是 我们要成为那个人 他人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看到我们 以最为神的追随者为荣 不是说骄傲 而是我们为荣 即使有可能我们生活 我没有别人的富裕 但是我 我的精神上 我的灵魂上 比他们富裕得多 那么 你对神的爱 有多深呢 之前其他爱一切 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对神的爱 你还会像 你刚受洗的时候 你还会像 你刚接受神 刚刚了解神 那个时候 对祂那种喜悦吗 我不知道你是 不知道各位 但是当我学习圣经的时候 当时 虽然我也是在假期 有那个时间 但是我是每一天 我都在 真的是每一天 都有跟弟兄姐妹 在那个地方一起祷告啊 一起插金啊 一起去 一起去花时间 一起去打篮球 一起去玩游戏啊 真的是 那时候我就感觉 哇我真的找到了 我在我过去十八年 一直做相信的一个照顾主 我找到了他 我要去追随他 那我记得我在做 十驾那个学习的时候 十驾之前 那个弟兄 对你跟我学习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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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 你有多想维门读 你有多想受洗 我说八分吧 就是十分 一到十分 就八分吧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想十分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做完十驾学习的时候 但是我意识到 哇神为了我 神为了这个世界 祂甚至能放弃 祂自己的孩子 祂能放弃祂的爱子 想要把我拯救 当时我就意识到神为我的爱 但那个时候我就说 哦我要受洗 我想要受洗 然后那个周日我就接受了洗 成为了凝土 加入到神的脖子中 但是当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 我可以惭愧地说 我先 我把那份感情给丢掉 我找不到那份感情 有的时候 生活中很多的琐事 很多的繁琐的东西 我就找不到 当时的那份新鲜感 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 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对神还有新鲜感吗 你说当我们越长大 成为一个越成熟的门徒 在教会的时间 在神的脖子里面的时间 越久 我们越容易 对神感到熟悉 当我们对神感到熟悉的时候 虽然我们会了解他更多 但是 如果你到了那个 舒适区 对神感到熟悉的时候 你就会丢失掉对他的敬畏 你就会丢失到对他的 一种去敬拜的那种感觉 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成为门徒十年 二十年之后 突然觉得 欸 我不想收到门徒了 不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而是日子月累了 所以 你对神还有那种新鲜感吗 你对神最初的爱还在吗 启示录第2章1世节 这是耶稣说 然而我有事要责备你 就是你放弃人 你起初的爱 那么我就想 就想到我们那个弟兄 Finn 他真的对我来说 是特别特别 是能够激励我去成长的一个弟兄 他也很年轻 才二十岁 我十九二十岁 但是 他每一天早上 不管他多晚睡觉 他早上都能 在六点多 七点多 起来 起来第一件事情 到房间里面 跪下来 所以做早上 就不管他有多么的累 我觉得这就对我来说 是 哇 他能做到 为什么他对神来的感爱 又很深 如果你要追随神 爱祂是最经历的 如果你想 被神所去 运用 去利用 那么你爱祂 是最基本的 像神明信第六章 第五节 你们要全心 全意 全力 爱你们的神 上帝 耶和华 如果你都不爱神 那祂怎么会去 用你呢 如果你都不爱神 祂怎么会 在你的生命中 做美好事情呢 所以我在想到 我们的姐妹Nancy 就是 Nancy Nancy对神的那个爱 是 有目共同的 是 众所周知的 她是 她是 今年 在我们东区 第一个 结果的人 她把我们的姐妹 Carlin 大的神 我跟Carlin 聊天的时候 一开始 她有跟我讲 她说 我一开始没有相信神 这是其实 很正常 像我们大部分中国人 都是 没怎么了解过神 但是 她说 我能感受到 Nancy 对他人的爱 我能感受到 她对神的爱 我能感受到 她每天跟我分享的 她在神的地方 所得到的东西 就是因为 Nancy 对神的那份爱 那份 特别特别 就是很明显的爱 打动了Carlin 让她去真正的想要去了解神 那么 今天 我们聊 约瑟和玛丽 神所拣选的 去作为耶稣的父母 大名的大人 他们是神所选择的 那么 如果你想被神去 所选择去 为祂的神 为祂的国去做生 或者 去帮助 你在你的身边的人 去帮助他们 在生活上 在精神层面上 去帮助他们 那么 你们也要学习 约瑟的政治 和他的父母性 你要去学习 玛丽的信仰 对神的爱 我相信 当我们 有这四个 特别美好的品质的时候 我们在精神上面 会感到富裕 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成长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一定会做更多更多的贡献 还有神也会使用我们 去做更多更多美好的事情 所以 谢谢